台南市警察局秘書室三線一新的莊姓主任 跨年當天因為涉嫌恐嚇取材案 遭到新竹警方圍捕 他卻開車衝撞警車 台南市警局則表示 由於莊姓主任涉嫌重大違法違紀案件 將計兩大過免值 台南市警局是表示針對莊姓主任 因案衝撞警車拒捕不正常男女交往關係 以及涉嫌恐嚇取材等違法行為 在召開考機會審議之後 認定有重大違法違紀 影響警察的聲譽 決議一次計兩大過免值 並依規定程序承報給台南市政府辦理